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一些时候当我们感到茫然,前途茫茫 看不到明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许多的时候我们甚至想要逃避,逃到地级去躲起来 这时候你我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诗篇139篇 这篇的主题是神的全知 神的全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1到6节提到了神见察,神认识我 这篇提到了神认识,共有7次 强调上帝的全知 神知道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 神在我们的前后,环绕我们 这样的知识太奇妙了 而到了最后,19到24节也提到了 神的见察认识 而当中特别大卫正在被恶人所包围 他三次强调,他恨恶这些的罪恶 愿神杀戮,恶人 他们说恶眼顶撞神 而是一节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我岂不争嫌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 是的,他看见上帝之道,并且他起来拒绝恶人 二三二四节最后,他是除掉自己的恶行 他不但看到别人的罪恶 他是求神,监察我们里面的罪恶 二三节,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知道我意念 他在我里头,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他除掉恶人,更除掉自己里面的恶行 而中间的经文,是神无所在 七道第十二节,有四四强调我若 我若升到天上,我若下在阴间 我若飞到海极,我若躲在黑暗中 这一切都不能够逃避神 神的手,神的光仍然在当中引导我们 大卫在压力大到一个程度想要逃避神的时候 他发现神仍然同在 二十三到十八节,讲究是神无所不知 他看到了神知道他 十三节,为了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你腹毙我 腹毙,于真正义本翻译为 制造,就是编织 神为你我生命的每一天 每一个脚步编织了美丽 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 要起来认识上帝的计划 我们要称谢神 我们受造奇妙可畏 上帝创造何等的奇妙 我的身体还没有成型 还没有多一天 神都已经写在册纸上 有非常宝贵众多的计划 为我们预备存留 因此我们可以感恩 是的,这篇诗篇 大卫在恶人的攻击底下 茫然想要逃避神 一到六节是消极被动的发现 原来神都知道 七到十二节想要逃避神 发现神都在 十三到十八节看到神都知 最后是他积极地求神 来见证他,认识他 是的,愿我们的生命 从逃避神 到转向神 到依靠神 要因着神的全知 我们得着圣洁荣耀 我们来祷告 耶稣愿你恩待我们 我们的每个言语行为 要向你交账 让我们选择恨恶 恶人除掉恶行 称颂神走主的路 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